请让你看看金梅瓶的威力 武林盟主林洛石得到金梅瓶后 武功达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高度 突破化神成为了合体气大脑 他竟然制造出了独立的领域 将无情和冷血四人的元神 强行拉进了意识空间进行对战 林洛石作为领域的创造者 手中又有着至宝金梅瓶加持 可谓是占尽了主场优势 无情四人根本不是林洛石的对手 诸葛轻轻想要破开领域救人 却被阻挡在外无计可施 林洛石手握金梅瓶得意至极 今天他就要送无情四人上西天 彻底铲除他称霸天下的绊脚石 危急时刻 化神级大佬诸葛神猴赶到 他看出无情四人情况不妙 随即用出元神出窍 直接闯入了林洛石的领域 林洛石 放手啊 不要再急迷不悟了 有着至宝金梅瓶的加持 林洛石自认为在这个领域内天下无敌 因此干脆利落地动起手来 只要击败了诸葛神猴 无情四人根本就是不堪一击 可林洛石没有想到的是 他的妻子宋洪南突然到来 出言要他赶快助手回头是岸 林洛石深爱着宋洪南 一下子分了心神与宋洪南交谈 诸葛神猴的压力减轻不少 这才勉强能够与林洛石分庭抗议 而宋洪南和林小道两人 也更加卖力地奉劝起了林洛石 要林洛石及时收手 一起归隐山林共享天伦 正当林洛石的野心和亲情天人交战时 林小谷又出现在了场中 林小谷想要趁机杀了林洛石 却反被领域给朕的气血翻腾 宋洪南眼见林洛石执迷不悟 林小谷又一心想要为父报仇 于是做出了一个狠心的决定 林洛石的肉身被宋洪南中创 原神瞬间衰弱了不少 诸葛神猴五人抓准时机 先后施展最强的手段 重伤了林洛石的原神 从而破开了林洛石的领域 这也印证了那句老话 心中无女人拔刀自然神 林洛石放不下宋洪南 被宋洪南坑了一把满盘结束 杨坚放不下铁手 掉入了林洛石设置好的陷阱 同样是功亏一篑 难怪很多成功的大反派 都是无情无义只为自己 这样才不会被别人拿捏住弱点 言归正传 林洛石的肉身和原神同时遭受重创 就是神医化妥也束手无策 自知必死无疑的林洛石 提出了他最后的意愿 要和金梅萍一起消失 林洛石和金梅萍一起灰飞烟灭 武林总算是安定了下来 而吴晴和冷血四人消灭林洛石有功 因此被皇帝侧分为四大民补 替朝廷成奸除恶维护正义 时间来到半年后 各个地方出现了孩童大量丢失的情况 这让四大民补感到不简单 他们经过调查发现 孩子都被两个自称金铜玉米的家伙 给带去了赤子山庄 冷血和追命三人闯入赤子山庄 发现真正的幕后黑手竟然是祖户法 真不愧是林洛石的走狗吧 林洛石死 你不敢邪飞阵 还在幸福作乐 看来我今天非得要清除你这个完蛋不可 好大的口气 可原手追命冷血 听说你们除了四大民补 怎么还缺一个人 那个人在这里 哼 哼